大家好,今天是3月5日 禮拜二也有嚴正聲明 嚴正聲明也是說 我個人本身沒有任何Telegram 也沒有Watch Group,也沒有Facebook 如果你在這裡找到我的樣子 應該就是有人做行騙的行動 有懷疑,請打電話18222 今天市場大跌 大跌之下,只剩下3個板塊上升 能夠表現得最好的5個板塊 就是這樣,3個板塊上升 2個表現得比較好的板塊 都是跌得少一點 沒得說了,因為今天跌這麼多 中標珠寶,只剩下1個板塊上升 所以一人得道就是雞犬皆升 這是零表現的 沒有意義的 黃金和貴金屬有一點意義的 好,為什麼這些會升呢? 其實最主要是美國又要印銀資 印得多了 所以其實不止黃金升 比特幣也會升 然後再跟著餐飲那些等東西 看所有價目 其實都是屬於比較小的價目 唯有一個比較大的股票 就是這個微千 這個升了10%左右 其他小的那些 5個先的話 升1個先左右 升了38% 很簡單 如果一元的話 已經可以買到多少股? 嘩,很多股 然後還有農業產品方面 除了德康木業比較大隻 其他都是屬於很小的 那麼 這麼小的 這些就是沒有升跌幅 這些就是由於這裡有了升了 所以又帶動了整體上升 跟著電訊服務 另外不同了 電訊服務 因為這裡比較上面 就是大猶龜那些 都升少少 最主要是聯通 今天通報業績 都覺得OK 先看看個別的股票方面 由於今天跌得多 所以很多股票 就跌了綠色 唉 十分之使大家傷心 那這個就是 其次而言 昨天就說 不要跌倒了 保利家通道中軸 他跌倒了 唉 糟糕了 可能要試到這裡了 下來這裡的話 這個位置就是155 希望不要跌那麼多 暫時去到這些位置 也希望有支持 不過你要遇著 跌遷保利家通道中軸 應該可能下探 保利家通道底 是155 究竟155 是不是會這樣呢 因為這裡未必一定的 它可能一直延伸上來 看它怎麼跌 有一個延伸上來 那可能會好一點點 真正的也可能會怎麼樣呢 好像這樣打平了 然後噓 這樣又不同了 所以要看看 之後這幾天 它的走勢如何 就是我指這個是其指的走勢 那它也可以跌穿了之後 大分上去都可以的 不過暫時來講 就是一定是有壓力 同時呢 成交是看到是回復低了的 所以這一點應該會有壓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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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成交升穿高過 這個就是 這個這麼多的是 5日的平均線的成交 才可以叫做 表現比較好一點的 可以留意的有一隻是 韋爾達303